极乐世界是变法界 虚空界里面的佛教大学 阿弥陀佛是校长 三个学位 无上正等正觉是博士学位 正等正觉是说死学位 正觉那就是学士学位 得到这个学位 得到正觉的称他做阿罗汉 阿罗汉是学士 如果他得到的是正等正觉呢 他就叫做菩萨 菩萨是相当说死 他要正得究竟圆满了 无上正等正觉 称他做佛陀 好比说菩萨 最高的学位 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 佛菩萨阿罗汉是佛教里面学位的名称 那再跟你讲像地藏菩萨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学位里面 加上你所学的空 文学博士 理学博士 数学博士 语文博士 你学这不一样 菩萨名称是这个意思 观音菩萨可多了 无量无边说不清啊 观音菩萨比如说是理学博士 学理学的人多 公学博士 学公学的多 义学博士 学义的多 这些菩萨名称 是菩萨上加上他所学习的 是这个意思 不是一个人 那时候观世音菩萨 你认为他一个人错了 哪只一个人呢 菩萨师说死 文修说死 文修说死多少人 太多了 你指定某个人 还得把名字加上去 磨磨磨磨 文学博士 那专门指他一个人 这个要懂 明白这个道理了 佛门里 或者佛门里外 沉默人走菩萨 什么菩萨菩萨 你就不会执着了 你称他是观音菩萨 他是不是 西方三圣 站在阿弥陀佛旁边 那个观音菩萨 不是的 观音菩萨太多了 站在阿弥陀佛旁边 不是的 那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观世音菩萨 那默默学校 是教务长 那观音菩萨 是他的学位的名称 他得到这个学位了 那极乐世界是学校 校长是阿弥陀佛 那教务长 是观音菩萨 训道长是大师之菩萨 那搞清楚啊 佛不是一个人 阿弥陀佛也不是一个人 前面给你们报告 阿弥陀佛是所有祝福 共同的称号 因为他的意思是无量局 哪一尊佛都是无量局 所以只要大车大悟 民心坚信 都可以成为无量局 可是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阿弥陀佛就 他特别 特别在哪里呢 他发48人 他建立极乐世界 这一尊阿弥陀佛 不是一般的阿弥陀佛 所以佛家这些名称 叫通号 不是某一个人专有的 而且受菩萨了 大菩萨小菩萨 差别很大了 花音经商 我们都看到 菩萨50亿个阶级 这五十亿个阶级 通通学文学 那都叫文学菩萨 他由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到五十亿年级 那程度相差 太大了 一年级不能跟十年级比 十年级不能跟二十年级比 差远了 五十亿个阶级 第五十亿个阶级是等级 等级修满了 就毕业了 毕业才是妙旧 才叫成佛 波斯学位拿到了 所以这些我们不能不懂 所以佛法 确确实实 它跟宗教不一样 它跟学校很相似 那确确实实 它是教育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这佛说的 一切众生 本来 过过都是 无上争争争争 这是你迷了 你不知道 你才变成反复 现在设立这个学校 帮助你回头 帮助你回归本局 是这么个意思